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NBA的季后赛上个星期热闹的登场了 那么相信很多朋友也跟我们一样 所在电视机前面观看各种的精彩比赛 那么James我们知道这个季后赛有分东西区 那各有八个队伍 那你会简单告诉我们这个八个队伍是怎么挑选来的 还有就是两队两队在对打 这两队到底是哪两队怎么会有这两队对打 是什么样的名单呢 这里面就是整个NBA球队一共30个球队 分为东区15个队西区15个队 在例行赛里面排名前八名的进入季后赛 就是第一西区的老第一名对上第八名 第二名对第七三对六四到五 比如说Warriors就对上老八 第八名的Portland Blazers队 Sports就比如说对上Memphis的灰熊队 老二对老七 那么东区呢 东区就变成了Boston的Celtics 对上老八的芝加哥公牛队 也是其实虽然说是第一名对第八名 可是其实是蛮精彩的 包括东区里面的去年的MBA的Championship 冠军 这个Clippeland的这个骑士队 对上这个 印第安纳的Pacer队 老二对老七也是非常期待 非常可以看的一个球赛 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顺序 有这个一对八 然后这个二对七这样子 所以最精彩的应该是四对五的这个老五 没错就是比如在西区里面 我们最关注的就变成这个 这个Houston的Rocket火箭队 对上这个Oklahoma的The Thunder State 因为这里面呢 有两个明星球员 都是最有可能拿今年MVP的 这个球员一个James Harden 另外是Russell Westbrook 这两个人的对决 也是非常精彩可期的 说到这个Westbrook 因为他今年 我们知道他今年在NBA 创下了一个历史性的记录 你来跟我们讲讲 他创下了哪一个历史性的记录 他打破了1962年 这个Robinson的41次Triple Doubles 就变成说你得分 狼板和助攻 都超过双位数 超过10以上 他打达了42次 打破过去41次的记录 也是过去56年来 第一次NBA记录被重新创新 我想这也是非常可看的一个亮点 那么再说回来 就是我们这次NBA的季后赛 那我们的Warrior 因为上个星期开打 那这场也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James你就简单的来跟我们提一下 就是上星期 这个Warrior的这一场的季后赛的开打 当然第一场我们是万中瞩目 我们非常关心 前三节打得难分难舍 他聚战新疆都快停了 对对对 那可是这里面呢 当然有几个重要看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 Kevin Durand 受伤之后回归的第三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就是他拿30分 拿了好像11个篮板球 不负众望 表现杰出 但是我更要提的 就是这个Dramond Green 他的防守 今年最有可能拿到 Defense Play of the Year 他的防守 他一共拿下五个 打了五个block 封盖 非常精彩 看着热血沸腾 对对对 非常兴奋 就是他打了以后 不但把自己球队四季带起来 整个球迷都疯狂了 是 非常好看 是非常好看 所以我们其实 当然这个我们Warrior 赢好像在比较意料中 意料之中 那么在这个NBA的这个季后赛 有没有哪一些 其实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结果 就是呢 例如说啦 这个第一名的啦 输给第八名的啦 这样子的 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有 譬如说这里面 当然跟我们戏剧有关的 就是这个火箭队 对上雷艇队 那个第三队 第六支争 这个对决 结果呢 我们认为这个两个MVP之争 结果变成 实力相当 相当的 赛前大家也在看好 结果火箭队完胜 等于是大败这个Thunder State 对 然后呢这个 这个 当然我们学的说 怎么会变成这样 有点出人意料之外 那东区里面呢 包括这个Celtics Boston的这个Celtics 第一名 第一名 对叫芝加哥的第八名 对 本来也因为应该是砍瓜切菜 应该是 切西瓜 对对对 结果没反到 公牛队反而战胜了 106比102 打败了这个Celtics 队 这个playoff季后赛 跟一般的这个 这个常规赛 我们在看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这个季后赛呢 就是七战四胜 打输了 这个球迹就结束了 就打包回家 就回家 这必须呢非常针对性 然后呢就非常这个 所谓怎么讲 强度非常大 力度非常的具备 然后它的肉搏在 肉体的接触 因为呢不输就是 你死我活 你输我赢 卯足了全境打吧 对 这非常有看点 同时呢这个球赛呢 因为譬如说 Warriors 对这个Blazers 很有针对性 对方球队的弱点 他的强项 譬如他的后卫 他的中锋是谁打 大概都一目了然 所以呢变成呢 对于防守 对于进攻球员 对方球队的 这个优点和缺点 都是派自己 这个最强的队员 对付对方 最强的球员 譬如举例讲 譬如说这个火箭队 的这个James Harden 对不对 MVP的这个 最可能人选之一 是 进攻非常强 结果这个雷霆队 就派Anderson 身高年轻 速度快 防守他 那那个雷霆队呢 谁来守我们的Westbrook 对 就派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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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Westbrook 这一次的表现 受到这个 Pep Beverly的防守 非常成功 他自己得备很好 结果把Westbrook 四季打下来 结果变成了Westbrook 还有这个 Thunder球队 就大败而归 哇 这真的是很精彩 也可能是 真的是 所谓的防守成功 那东区里面 譬如说这个Torrento的这个暴龙队 跟这个Milwaukee的这个公路队 是 公路队的里面当然这个 Giannis Antetokounmpo 表现非常杰出 他们两个这个球队打起来就 火花四射 这个肢体的接触啊 很强力 力度很大 对 所以变成这个公路队 反而出了意外 打败了这个暴龙队 那后续呢 其实非常精彩 可以再观察 那么说 台湾这个季后赛的这个 这么精彩肉薄的比赛 其实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 还有一个短短的小小哀伤的插曲 那Giannis你就来跟我们提一下 这里面呢 当然在东区里面 这个排名第一的Celtics 这个主力球员Isaia Thomas 在比赛之前 他的亲妹妹 在Washington State 因为交通意外 不幸去世 结果整个NBA的各个报纸 各个球评 都同声表示哀掉 因为对于NBA 等于所有的球员 都是一个big family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次呢 所有Celtics的球员 身上都挂了一个黑带子 为了她妹妹的去世 大家同声哀掉 这里面呢 当然 在赛前呢 这个教练 Celtics的教练就问Isaia Thomas 说在你这个情况下 你要不要比赛 要不要比赛 什么对你最好 完全与你的决定为决定 所以在Celtics球场 在比赛之前 他们按下灯来 同声哀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Isaia Thomas流泪 是很哀伤的 很哀伤的 在他球鞋上 注射他的名字 I love you 我没有看见 是的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Isaia 最后还是决定出赛 所以我觉得他的名字 是他妈妈跟他取的 是一个基督教的名字 在圣经里面 Isaia 先知 大先知的一个名字 所以变成他说 刚好呢 那个礼拜天的比赛 就是 复活节 复活节 就耶稣复活生天的一个日子 所以呢 我从这里面看到 Isaia 他选择出战 他第一个表现出 对所有人的一个尊重 包括对球迷 对他的球队 包括甚至对他的对手 非常敬业的一个表现 非常敬业的一个表现 他把他的爱 在行动中去表现出来 尊重所有人 所以我觉得 Isaia Thomas 以这样一个 基督徒的名字的一个球员 在行为上表现出 基督徒该有的一个作为 就是值得我们敬佩 非常尊敬 这样一个球员 是的 所以我们也为他失去亲人 来表示爱痛 那我们也真的是 来尊重 也来敬佩他 这样一个敬业的表现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非常谢谢您收看 优体育报导 我们希望你持续关注 优体育的报导 我们下周见 也谢谢James 谢谢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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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